我们身体各部分都有对应的名称 喷颈也一样 从下往上和离土接触的是根部 在根部和第一极枝之间 我们称之为领部 盆颈中最下面的枝条 我们称之为第一极枝条 一般来说这个枝条 是盆颈所有枝条中最强壮的 而从下往上数第二根枝条 比第一根枝条稍细 这是第二极枝条 从下往上数第三根枝条 是第三极枝条 树冠是指盆颈顶部枝叶的茂密密集处 树冠部分一定要有分量 这样才能让子猪形体轮廓清晰 枝头形成的一束束枝叶 我们称之为枝架 一般来说 我们会将各枝架间的界线修剪清晰 这样看起来才能一目了扬 从树冠延伸到根部的部分 我们称之为树干 光瓶颈中的一大特色 就是心想树干的俄罗多枝 学而时习之 不亦悦乎 时而关注之 不亦乐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